大家好 我是攝蘭阿恰 歡迎收看本集的攝蘭稿機 你有固定使用哪個型號的底片嗎? 是什麼因素影響你選擇這一捲底片呢? 是價格?感光度?還是顏色與顆粒表現? 如果你喜歡的底片停產 你會願意用多少價格買下收藏 或是拍攝最後一捲留著紀念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這一款停產的底片 富士業務用100 常有人說這一捲業務用 派出來有獨特的日式淡雅風格 起初 富士底片公司開發這一捲底片 是給交通警察 工地監工 或是需要大量用底片記錄影像的公司單位所使用 簡單的白底綠漬外盒 沒有過多的裝飾圖案 就如其名 是專門提供給業務使用 沒有超細緻的顆粒 或者是超飽滿的顏色表現 樸實無華 是它的缺點 同時也是優點 在戶外陽光充足的場景 陰天或室內 甚至是晚上 富士業務用 都可以有很好的顏色還原 不會過度的色偏 適用的拍攝主題也十分廣泛 可惜 底片市場逐年縮小 業務用這一捲底片 沒有直接對一般顧客銷售 於是 富士就決定停產這一款底片 市面上剩餘的業務用 價格也就跟著水漲船高了 以下 是我最近使用富士業務用一版 所拍攝的照片 大家一起來看看 這捲底片 為什麼那麼受歡迎吧 請看 增添 請看 好好 有 小 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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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本集色狼稿记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与指教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交流 我是色狼阿恰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